你们听见这外边声音 嗷嗷的 现在风声已经小一些了 刚才那车都晃来晃去的 现在还是有点晃啊 我已经把车里边 所有的这个门窗啊 全关上了 窗户全锁住了 睡在长江边 还是挺大的 我把这个天窗打开 都已经打开了 我估计推开天窗 你们可能就听不见我声音了啊 咱就感受一下风声 我靠 这也太猛了 这个天窗 我这一开窗户 把这个天窗直接吹下去了 蛇了 这怪我 我刚才没有意识到它这风这么大 这边就是长江了 这太黑了 看着一约在一线船上 这事可怎么办呀 一会我看看能不能先给它临时关上 要不然额头窗都没法睡觉了 大意了 今天这事闹的 这是这个天窗尾部的连接处 这全断开了 这一边 一会呢 我先给它扣上 因为它还有这么四个 这个点能给它固定上 我觉得扣上应该问题不大 明天白天的时候 这边再用胶布给它先沾一下 我已经给它扣上了 你们说我这是不是属于没事找事行 踏实睡觉多好呀 非得把头探出去 这玩意肯定不属于保修范畴啊 估计这个维修费得不少 又损失一笔 先转一下吧 先睡觉了啊 各位 什么事明天再说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晚安 天亮了 一夜无事啊 雨还下起来了 幸亏昨天天窗没有翻下去 看下去要是弄裂了 或者是弄碎了 就残了 成敞坡房车了 雨和风不得全进来啊 一会起来 我得把这个杆给它连好 这儿的话又多了一个牵引力 同时 你看 这有几个天窗的受力点 我看看能不能 这几个受力点 弄一个下坠的力 这儿的话更牢靠一些 在路上我觉得心里也踏实一点 不错 雨 起码没事 挺好 心情已经调整到位啊 大家好 我是杨绪 房车环游中国的第371天 还是要说这个驻车地非常的棒啊 即便是遇到了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值得 带你们看一下 走 哇 看 又差点啊 重新来啊 走 这环境 我是在江西 长江 对岸是安徽 心情一下就敞亮了 这位过瘾啊 我爱不是生人 你们来的可以更猛一些 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只要是这种极致的感受 就是一种收获 哦 哦 对面的船 你们好呀 你像我在被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中摸不住 享受晚上散发的 像水位 像爱不是守的 我爱你有种做的有心的冲突 疯狂却怕没有退路 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 就这么爽最后为的 红色高跟鞋 已经紧固好了 它这额头床外边有一个卡子 长条的 现在我已经让这个天窗 顶到这个卡子上了 这儿的话就有往后的一个推力 同时呢 这两个 这杆 已经全修好了 连上了 同样是往后的一个推力 支撑着它 这几个已经全固定上了 其实我觉得这儿的话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又做了两条安全绳 把这几个锚点都给固定上了 这安全绳很松啊 是当真的这些东西全失去作用以后 这玻璃起来以后 安全绳拖拽的一个作用 下边连着这个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老沉老沉了 完全没有问题 一会儿先走一小段 颠簸的路先试一下 看看行不行 这一晚上外边的路况 我本来是计划多待一会儿的 别待了 雨越来越下越来越不好走 正好考验一下这天窗啊 走 咱出发 走 这块要是顺利过去 就经历过考验了 我的选择余地就会大一些 哇 这前边 我就担心 什么玩意报警了 我去看一眼啊 吓我了 是不是 我这个雨量报警器 就是如果说有水滴在板子上 它就会报警啊 估计 今天湿度太高了吧 还是怎么着 这怎么没水啊 可以啊 我刚说啊 可以有些挑战的 别这么逗我行不行啊 挑战还是少点好 走 车现在正常过去 哇 这个 我左边别硬闯了 我先走右边小道 然后绕一下 对吧 哇 哎 在这左转一下 好 干掉了吗 那个吸尘器 刚才我可能 拿出来没放合适地方 垫下来了 前些天我那绿螺就这么垫下去的 上坡 走 哇 最后一个大坡啊 冲上去 母有问题 搞定 看看那个天庄去 可以 没有移动啊 也算经受住了考验 这我心里就踏实了 这都用不上应该 也感谢小飞儿啊 他的备用的狗神 一会儿附近找一个住车地 晚一点或者明天连一场家 问问是回厂修啊还是怎么着 其实无论去哪 我心里也有数了 最后再看一眼这边 还有小牛啊 另外我们也下一期见了 没有问题的 我心里也会看到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心里有什么事